河南交流的我叫张晓玉 我的案吧是18年了 现在这两年中间我也不上 也不游信 就是冲着两会吧 年夜有两会 年夜放迷是盼着两会 能解决问题 可是在这两会中间没有解决问题的 是访谜被害了 这个访谜吧 就是年年要是开会的时候 就要遭到爬害 因为爬害是访谜的 就是向北京的 送到京城病院了 北京警察正常口不让走 现在国家信放局吧 现在不叫国家信放局 已经叫什么了 叫解放局了 访民一定要 绝舞起来 不要再去信放局了 等到咱们的主席 总理 都来说 关注访民的问题的时候 咱们重新再上访 以后咱们就别上访了 上访咱们没用的 是叫腐败官员的肚子大 腰包出的问题 咱们要冷静下来 就是年年听着他两会的精神 看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捉到了没有 没有捉到 没捉到咱们就停止咱们的上访问题 不上了 再过几天 明天可能有一个中央最大的会议 比两会要大 就是四个问题 有咱们访民的一个问题 咱们访民是关注咱们访民的问题 是的 就是 为 比阳光还光辉 能照到咱们访民的身上 咱们要多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别老弄气冲天 咱们要平下心来 静下心来 咱们要面对咱们的现实 咱们再反弄的是不现实 关于这个江湖的警认和我们亚光的江湖 能不能说 我的沉沉忌讳 我写了一 大概写了十条 那么我现在念念咱们第一条 就是花说现实 我说这个花说现实 我一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我们方面就是铁证 我们就正多人 坐这就是个正理 我们只能做个证据 认党 认党 年年年回应该到 中国元民事件 做现实调查 空 却空不醒 夜间抓大量的方便 倒不关牙 咱也是啊 这说明什么 第一个问题说明 就是你在年会期间 你还没开年会 面前就开始通知了 谁的消耳 谁的人 谁砍好 谁的消耳 谁宝宝 靠近背景 无声 就开始抓方面 全国性登记方面 对不对 坐货车 坐汽车 都不能到背景来 都得在家砍关起来 像国局砍几步还研过 二十四小子砍了 一大村 老百姓 公安丁路 再把这个方便砍到这个一检方里去 是不是啊 不让出来 要不捐到 什么地方 跟海监狱一样 是不是啊 我们这方面奔臣是想当中央反映一些问题 想任大会议 任大任大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 可人民代表大会成了人民的载子 这赢命在何处 大家持有机会 现在 我的机会就是 年载的量会 就是人民的载子 开什么量会啊 我载个 接着这一件事 任大任大 不叫人民参加 年年量会比还大 不提人民说谎 头层那年重回大 早上任命 老总管枪嘛 管罚海民人一参撒 罚之河县正许家 即像我 我说这个量会 早就我们老百姓参加的有几个 展当馆的比例里有多少 任大会议 对不对 到底谁在替人民说话 年年开展会什么是好的 结果 人民受害 更加多种方面的 两方本来是相当容易翻译问题 我们在这个华的国家 要做净子 监督监控净子的着用 是吧 我们不是该能吵 而是利用腹败拿入腹 利用腹败高探戒 高帮派 关革命系统成练个结局 像我吧 我这一辆汽车 五十多万 我是个劳动人员 我靠这汽车就是我的劳动工具 他不玩了 我这一辆汽车 不是说 利用腹败了 得不到别人 你说我这一家 早上我老婆也离婚了 老婆说 你急着玩机车开出去 随着你干啥 他也不是字 没问我 我出去看这养气池 就不干净牙了 回家又生气还不得做饭去 也会进行吧 离婚了 我们就来婚离了 我很好一个家 我又很幸福 就是勿缘败一个家 是不是 我又开始 我们家很 到西方考 两份召开说的文家宝奖上 我们的宗旨就是说 是人民代表党国 为人民所花 但是我感觉 这个两份 为人民所花没体验到 为什么呢 今年两份 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北京警察 抓人送精神病院 送来唱评 那个精神病院 这是我很吃惊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提到了 两代会议是为人民做事 你做一个北京警察 这老百姓最详心的是北京警察 把地方警察看成是黑鲜 还是黑手 结果北京警察 也公开地把 访民往精神病院 送这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 公园败 人家宝市 所以网民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有个网民 自己要维护自己的 就是他们任意地 可以践踏咱们自己 就是 当青神病 也可以当犯人 任意地送到任何一个地上 所以 这个 通过中国经验这个时候呢 我也希望 通过网络 叫他 我都知道 我也希望领导 领导 能听到 我锁定这个话 你们设置了这个黑鲜 于是解决问题 也是计划老兵 再一个就是锁定 访民呢 就是我感觉吧 我的身边里面 我接触的 这些访民 普遍存在是什么呢 教养 拘留 非法拘据就不用提了 都价格典范儿 人情呢 就是被他们 随意地非法拘据呢 这个都 没有上高的理由 但是拘留呢 教养呢 可以不出手续 这是中国的法律嘛 中国的法律 都说是罪权的 中国也是个养当大国 那么这些法律 对老百姓好使 还是对当官的好使呢 我感觉是 惩治老百姓 访民没有犯法 访民是 激发贪官的 激发腐败 激发犯罪分子 现在反过来 他们可以任意 打压老百姓 老百姓是 每个国家的权 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 你们怎么想 我就说这些 我们主要反映 这个当前 这个形势 对我们方面 很不利的就是 负败分子太多了 没把我们 老土人民的生命 作为一个 现在我们的生命 收到的是 一个人为的神 那么地震呢 地震呢 或者是自然灾 还有水灾 这些 那么国家的干部 领导都要去 千亿万元 都要坐飞机去访问他们 为什么我们访民 是人为的 受到灾害 为什么没有人来访问我们呢 那去年 温嘉宾在 那个 去年在那个 两半面访问的 八个同志 我想请问一下 他八个同志 是我们真正的访民吗 我 其实我又没有 多多的话语 现在我也比较激动 因为我看了我们这是 对这个两会精神 应该我们领过到的就是这么多 为什么我们真正的访民 真正的受难者 不受到国家的重视 不受到这些 这些父母观的重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在 第一层里面 挣扎的人群 所以说我说 我自己不会表达我自己 究竟要表达我什么 我就自行说一句 我们访民太苦了 老百姓都盼着 这个两会的希望 但是我也不知道 这个两会 是为老百姓开的 还是为他们腐败开的 这多的访民 很多的访民在北京 他开两会 不是把我们送进基留所 就是送进劳教所 就是给你软定起来 但是我也不知道 这个法律是谁规定的 这是国家领导规定 这是中央领导规定的 他们制定出来的法律 为什么他们按照法律规定 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为什么不按他们的法律规定 不照着公平的处理 这些事情 国家虽然上面的政策那么好 电视放得那么好 毛有所痒 病有所医 但是我们是一个做手术 治残的废人 他们不但不给我们治疗 反而每次转经 我们用这种手段 不是把我们关在北京黑金油里面 就是把我们往敬老院里送 我一个犯人 我能做到什么吗 这个法律是他们规定的 什么是做手术引起的 什么跟手术没有关系 也是他们给我们的保密 他们定出来的法律规定 为什么不按照 国家宝讲话 都说咱中国的法律是最完整的 那么杀犯 故意杀人不承认 国家宝造假 比我们被害人要去杀人 确实是法律最完整的吗 那法律要是完整的话 那为什么说证人可以说得做 就是说这个证人当中可以作假 而且国家宝的官局的办案人 顾宝龙和谢日君 他们就可以故意造假吗 而且国家宝这法给谁开的 都是给老百姓开的吗 那公监法 那不是为每一个人开的吗 但是现在要过来看 公监法都是保护杀人犯的 杀人没有罪 杀人没有罪了 比我们这些就是被害家属 到哪去都是碰兵的 我们到哪不满反应问题的时候 都没有答复我们 而且还说啥呢 说现在中国的法律 就是杀人不偿命 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的中国法律 哪条定的杀人不偿命 我就说这些 这个访谜我叫徐又臣 张晓玉是我的爱人 就今天 2011年访谜研讨会 关于两会精神的 我给家宝讲话 我想简单说一句 就是年年开两会 人大代表 应当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们的访谜 现在怎么说呢 访谜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中华人民的公民 中华人民的公民受法律保护 而我们法民呢 处处受打压 我们的冤家出案 谈到让我们再背几年啊 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解决 我们的合适能 早日能回到我们的家园 用我们的心情 勤劳勇敢的双手 去重建我们的家园 我中央领导 对我们访谜 进一步的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